好 继续来看到玉璃一名离姓妇人疑似在倒厨余的时候 不慎跌落一旁深一公尺的灌溉水泉 那么等到她的丈夫发现的时候 她已经整个人浮在水面上 那么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她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送往医院抢救 仍选告不止 玉璃镇高辽一名56岁的离姓妇人 以及54岁的丈夫在当地经营牛排馆 20号的上午大约早上7点半 玉璃妇人准备从店里返回住家喂狗 疑似在倒厨余时不慎跌落一旁灌溉水泉 下游大约50公尺处 玉璃丈夫发现联系不上妻子 赶紧从店里返回家找人 并在上午大约10点半发现妻子 已经整个人浮在深约一公尺的水面上 消防队救护人员获报后赶往现场 发现李信夫人头部有受伤 并且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立刻进CPR急救并且赶紧送医 但是仍在上午大约11点半抢救 无效 不幸宣告不止 本分队到场 其丈夫正在做CPR急救 分队同仁现场接手 持续做CPR AED救护处置 并搬运至救护车上紧急送往玉璃慈机院 交由医师处置 警方初步看验现场没有打斗痕迹 也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 全案由花莲地方检察署办理相验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